现在的战争,不排除有继续升级的危险 因为我们早就警告过 中国早就警告过了 你们难道不知道将一个何大国逼到绝境的后果吗? 但到了今天 依然是好言劝不住该死的鬼 关注土豆,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俄罗斯亮出超级杀气 未来的战局将会怎样 也欢迎将您的高见打在公屏上 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长按点赞,我们接着看 一个坏土豆作品 不可否认 俄罗斯在战斗中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 马里乌波尔为50万人左右的城市 而俄罗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拿下 仅仅在这里 俄军伤亡我估计就在1000人以上 俄军现在进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 我认为是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北约无止境的对乌克兰武装输入 尤其是大量的低成本单兵导弹的输入 以独次导弹为例 一枚导弹的造价仅仅为5万美元 而俄罗斯的如米175装直升机 造价为1700万美元 同样的 标枪反坦克导弹的价格为8万美元左右 而主战坦克的成本基本上在1000万美元左右 这又是一换125的战损 而同时 另外一个方面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全部的军事信息和情报 现在的战场几乎对乌克兰是单方面透明 这也是俄军众多指挥官先后殒命的重要原因 这里我们且不谈美国对乌克兰提供的舆论 信息等支持 如果这场战争这样打 乌克兰尤其是乌冬纳粹拿平民做肉盾 这场仗这样打 俄罗斯很麻烦 打仗 打的就是经济 况且美国还能无限制印美元 还能没收俄罗斯资产 还能收割欧洲 美国几乎是无限buff 俄罗斯后方的情况 我已经讲过了 如果再打两个月 先崩的一定是欧洲 而不是俄罗斯 只要俄罗斯保证自产自销基础产品的稳定 后端世纪不崩 是不怕持久战的 但是如果前方战场这样耗下去 俄罗斯难度很大 如果要想保证战争的进度 要做的就是彻底切断北约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否则就是拼财力 要拼财力 无论如何都拼不过美国 现在北约还不敢对乌克兰援助战机 但是对于战争轻武器 单兵导弹 战术无人机 那是敞开了供应 所谓的国际纵队 相信是再不敢进入乌克兰了 俄罗斯对乌克兰还保有兄弟情分 但是对于新纳粹和外国雇佣兵 那绝对是心狠手辣 赶尽杀绝 而俄罗斯拿出手段后 雇佣兵们边哭边跑 一路从波兰跑到瑞典的视频 整个欧洲都看到了 相信再没人敢去躺这趟浑水 但即便如此 乌克兰有近4000万人口 18岁到60岁以上的男性 不允许离境 临阵脱逃可能被军阀从事 也就是说 乌克兰至少能找到1000万肉盾 加上北约放开了武器供应 人手单兵导弹和步枪 在提供军事情报的前提下 打俄罗斯就如同明眼人打瞎子 当然 如果是美国碰到这样的情况 很简单 就是先断水再断电 切断通讯 飞机先轰炸一个月 这种情况下 城市的抵抗意志 必然会冰箫瓦解 可是到目前为止 吉普依然灯火通明 俄罗斯不仅不断电 还在守护扎波罗热核电站在发电 乌克兰是一个高度依赖核电的国家 扎波罗热核电站占了 全国核电输出的一半以上 那俄罗斯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真的不知道啊 不过 我认为到现在为止 如果不能截断北约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后面的仗真的很难打 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北约秘书长告诉俄罗斯 你如果敢攻击北约援助乌克兰的补给 视同开战 这摆明就是不要脸 我可以给乌克兰加无限回血的buff 你必须要接受 这俄罗斯要是认怂了就不用打了 18号 俄罗斯终于拿出了大杀器 使用匕首高超声速导弹 摧毁了乌克兰武装部队 位于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的 一个大型地下导弹和航空弹药库 注意 伊万诺离波兰已经很近了 20号 俄罗斯再次从黑海发射了 匕首高超声速导弹 集中了位于乌克兰切尔尼克夫州的 乌军军事装备修理厂的车间 同时发射导弹 集中了乌军位于尼古拉耶夫州的 一处大型油料库 这一杀器出来 整个世界都沉寂了 批判的武器 肯定是搞不赢武器的批判 而北约的秘书长马上表示 希望俄罗斯不要战略误判 为什么北约这么害怕超高音速导弹呢 首先 俄罗斯的匕首超高音速导弹是10倍音速 同时可变轨 美国的反弹道系统无法拦截 看到对方的导弹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以上 每小时飞行1万公里 是航母最大的杀手 其次 超高音速导弹只有中俄有 中国的速度更快 优势在陆基 就是从陆地发射 俄罗斯的优势在空基 从战机发射 而美国没有 研发到现在 去年最新的消息是失败了 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 就是超高音速导弹的破坏力 取决于携带什么弹头 它是可以携带核弹头的 也就是说 超高音速导弹 不仅快 而且可以种蘑菇 美国不仅没有 还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 俄罗斯发射超高音速导弹 有几个目的 除了常规的军事目标之外 第一是炫技 当然 俄罗斯除了匕首导弹 还有更强悍的告尸导弹没用 俄罗斯三大出口项目 能源 粮食 军工 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军工出口国 仅次于美国 这次打仗 虽然常规武器拉胯 但是印度和土耳其都想下订单 就是看到了俄罗斯的新武器 目前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么严重 俄罗斯肯定是需要秀一把自己的武器 用实战情况告诉自己的小伙伴 买自己的军工绝对没错 必说导弹打出好成绩 就意味着能有更好的销量 买更高的价格来进行补贴 而第二点最重要 就是威慑北约 告诉北约 现在我在收拾二毛 你们要吃瓜就吃瓜 也有的你们 但谁敢多管闲事 自己掂量下后果 我这一拳二十年的功夫 毁天灭地 你们挡得住吗 俄罗斯的武器使用在升级 事实上战略威慑在加强 美国航空家网站 时期日称 通过在线航班追踪网站发现 隶属俄空天军和俄特种飞行中队的 共计22架飞机 突然集体从莫斯科附近机场起飞 这个信息让西方世界非常惊苦 事实上 这都不是好消息 我们在大国对话的时候 经常听到一个词 叫战略误判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国之间都有相互摧毁的能力 所以大国之间一般不会直接上阵 而是互相威慑 灵通对招 对方的战斗力是一万 我让对方看到我的战斗力是两万 一般对方就会认怂 而不会一定要真的打起来 因为一旦真打起来了 很有可能就挤眼了 就相互毁灭了 所以美国经常喊一句话 希望中国不要战略误判 大白话说 就是我真的不是过来和你打仗的 你千万不要搞错了 而且双方是保持了沟通的 我们知道的 就是特朗普要下课的时候 非常不甘心 这个时候 五角大楼的参谋 给我们来电话 放心 打仗不会打起来 华盛顿邮报报道 米利在2020年10月30日 也就是美国大选开票的四天前 与中方官员通话 在那个时候 特朗普正不断抛出攻击性的言论 美军高层认为 这些行为可能会引发中国的误解 米利在通话中向中方官员保证 美国政府是稳定的 情况正在好转 我们不会攻击中方 也不会采取对抗性的行动 将军 你我已经认识五年了 如果我们要进攻 我会提前打电话给你 还是那句话 美国政府是代表资本家的利益 要命才是第一条件 连命都没了 钱有什么用 但是现在呢 美俄之间的沟通渠道已经关闭了 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 无底线无道德 拜登直接骂普京是战犯 而俄罗斯已经制裁了 拜登和他儿子 也就是说 战略误判的风险 那是比较高的 因为比如我是普京 我如果认为 现在美军在东欧大量集结 如果是有信息出现偏差 我判到对方是要 进攻俄罗斯本土 那还了得 你既然想要我的命 我就先要你的命 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而现在还有的不确定性因素是 美国还不肯收手 疯狂地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一定要将俄罗斯拖到精疲力竭 而最要命的就是 使泽连斯基在作死的边缘 不停地横跳 现在 全世界最希望 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就是泽连斯基 这坏怂 恨不得把全世界都拉下水 所以每天起来 这祸就是干三件事情 第一是骂北约 你们为啥还不帮我 还不帮我打俄罗斯 你们惭愧不惭愧 你们还要点脸部 第二是呼吁所有人制裁俄罗斯 第三 是疯狂做自媒体拍视频 告诉自己又歼灭了 多少俄罗斯军队 自己多么勇猛 乌克兰多么坚强 昨天泽连斯基发布的视频 已经证明这家伙是用绿幕拍摄的 终于发挥了自己演员的本色 但是没有用了 西方媒体不会让这种声音发出去 俄罗斯干脆都不用辟谣了 因为辟谣成本太高了 现在 如果说拜登心里还有点数 那泽连斯基是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啊 到英国国会 美国国会 马上还要到日本视频演讲 泽连斯基感觉太好了 越感觉好 越想把全世界拉下水 怎么办 不得不说中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维护者 这句话是终极真理 不容反驳和质疑 战争一开始 中国就说得很清楚了 你们想过把一个大国逼到绝境的后果吗 就是告诉北约 你心里没点数吗 但是现在泽连斯基是生怕事情不够大 乌克兰政府居然指责中国给他们人道主义物资 不给他们军火 看得我是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这帮坏怂现在的心态 就是和朝鲜战争时候的长凯申一样 一看到人川登陆的消息 觉得第三次大战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兴奋的差点脑一血嗝屁了 整宿整宿高兴的觉都睡不好 那俄罗斯怎么办呢 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摆正心态 后方只要稳定 现在明显的速战速决是不可能了 那就只能打持久战了 别想速胜了 越想速胜越搞不定 代价越大 其次 既然马尔乌波尔拿下来那么艰难 基辅就不要急着打了 围城 断水 断电 继续开绿色通道让平民走 当然 普京要重视斯拉夫兄弟情 怕乌克兰人冻着了 那就当我没说 只要他觉得俄罗斯士兵还能扛住 俄罗斯将军足够多 最后 封住乌克兰所有出海口 在乌克兰西部拿下据点 这样做的目的 是断掉乌克兰接受北约军援的可能 只要北约有任何军事援助过来 毫不犹豫坚决地打掉 否则这仗没办法打了 人家8万美元的单兵导弹 换你2000万美元的战机 怎么打呢 只要做到了这三点 胜利的砝码会不断向俄罗斯靠近 而且舆论也会慢慢转向 现在的欧洲 日子已经越来越不好了 但这仅仅是开始 后面的难民越来越多 食品价格越来越高 泽连斯基的念叨 就会让欧洲人越来越烦 我们随便看几个消息 欧洲正处于粮食危机的边缘 超市里来自俄罗斯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食品 快受庆了 在制裁的背景下 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燃料 和一些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人们恐慌 罢工和大量囤积俄罗斯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商品 食品短缺的原因之一 是供应困难 专家表示 在不久的将来 由于物流问题 世界牛奶和其他商品的价格 可能很快会大幅上涨 食品恐慌 超市里没完没了的排队 在意大利 意大利面 面粉和蔬菜的价格 急剧上涨 由于燃料价格上涨 这些商品的供应 变得无力可图 最重要的是 植物油的价格上涨了19% 由于制裁 一生汽油和柴油的价格 超过两欧元 此外 意大利农业协会宣布 在该行业供应链 严重中断的情况下 动物饲料出现严重短缺和价格飞涨 在德国 面粉 糖和植物油 在超市出现现购三包 货架始终空空如也 德国94%的葵花籽油 依赖进口 超过一半从乌克兰进口 面粉也是如此 基辅供应了德国需求 约36%的小麦 在西班牙 由于燃料价格高 水手无力给渔船加油 人们抗议汽油和生活必需品 价格飙升 收入下降 为此而封堵港口工业区和商业区 在希腊和法国 由于燃料和化费价格翻了一番 农民正集体抗议 他们的收场仅能回本 在美国 普通民众也为石油禁运买单 现在美国居民被迫为燃料支付至少两倍的费用 这欧洲人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他们比普京急 断掉了北约的军援 乌克兰只能是坐以待毙 装备不断地被消耗 断水断电 乌克兰无法与外界沟通 士气的崩溃 最多支撑一个月 变成散兵游泳 在制裁上 美国基本上已经能用的招都用了 俄罗斯手里有粮食 有能源 有军工工业 就崩不了 但我真的受不了 隔几天就传出来有少将或中将阵争亡的消息了 如果是俄罗斯掌握了舆论 当然 欧洲人会觉得俄罗斯很勇敢 将军身先士卒 但是 关键是现在是昂萨人掌握舆论 昂萨人的舆论只会宣传是无能 现在的战争 不排除有继续升级的威胁 因为我们早就说过了 你们想过把一个和大国逼到绝境的后果吗 我最后要说的是 在这次战争中 最让我刮目相看的三个国家 就是法国 印度 土耳其 最做死的三个国家 就是乌克兰 日本 英国 尤其是日本 现在疯狗一样的冲锋 连狗链都拉不住 其实真把普京逼急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基本打不起来 因为美国多聪明 他自己煽风点火 但是会找人去替他死 就好比自己不敢给乌克兰战机 但是会怂恿波兰去给乌克兰送战机 美国如果一意孤行 非要做事 就看他找谁去做炮灰好了 谁愿意去做美国的炮灰呢 这个时候 日本一定会说 你们都别和我争 我才是大太子 我跟了父皇多少年呢 我如果是普京 真的把我逼急了 我也不会给美国吃蘑菇 否则就真的都完了 极可能挑个炮灰杀鸡敬猴 而美国真的看到这一幕 大概率会认怂 给乌克兰吃蘑菇 估计普京不舍得 当然这也是泽连斯基 敢不断横跳的原因 而剩下的日本和英国 根据他们这次战争的表现 是最值得吃蘑菇的 但是总体来说 给日本吃蘑菇的收益是最大的 因为第一 日本已经吃过了 有耐受性也吃得惯 第二 日本要吃了蘑菇 美国会为了这个事情 和俄罗斯互相摧毁吗 不可能吧 第三 谁给日本吃蘑菇 日本就管谁叫爸爸 八十年后还给他献花 当然 我可不是真希望为日本吃蘑菇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 我们的外交部一再警告 你们不要玩火了 但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如果非要有人付出代价的 才能让美西方集团清醒的话 那除了日本 还有谁合适呢 日本已经快八十年 没有体会这样的快乐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土豆 点赞收藏 不迷路 精彩内容 下期继续 请不吝点赞收藏